大家好是Honda 歡迎收聽原始物語第91集 預計上架日期是2023年2月28號 原始物語是那天桃園球迷向非官方Podcast 每集我們所聊到的主題還有約率的時間軸都會放在節目的資訊欄裡面 好那這一集因為就是我們離這個今年的WBC越來越近了 所以這一集的話會跟大家做一點整理 那整理的部分包括說我們在2月24號這一天 我們熱天桃園當作靶子隊 那面對我們的國家隊的比賽的結果 就是面對我們中華隊中華隊台灣隊Anyways 反正大家可能節目裡面中華隊台灣隊這個名字我會混用啦 反正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就好 這是2月25號的部分 還有就是在這幾天啊 就是在新莊這幾天的我們的算是自辦的熱身賽裡面 包括說我們對上泰區代表隊的成員 他們在這幾天的成績的表現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是我在這幾天也有去現場看球 但是我並不是去看2月25號 就是我們家熱天桃園隊中華隊的比賽 我去看的是2月26號 古巴隊富邦漢將 還有2月27號中華隊隊衛全龍的比賽 那現場觀賽心得再跟大家做一點我自己的分享 這個部分呢就是 接下來的官辦熱身賽的賽程的預告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就這樣開始囉 好那首先呢是這個熱身賽2月25號的這一場 就是我們家熱天桃園當作靶子隊 去新莊面對中華隊 那這一場呢 中場是我們1比7輸球 那這個1比7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的台灣隊在前兩局就拿下了7分 那我們熱天桃園的部分是在中段戰 那搶了1分回來 那中場就是1比7輸掉 那這一場呢 兩邊的現場倒手其實都是我們隊的啦 那中華隊這邊是黃子鵬 我們家派出來是林子薇 那黃子鵬這一天呢 他是其實他沒有投到預定局數 因為他在投到第四局的時候 然後被張敏軒打到一個槍吸球打到腳 那退場那其實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就是保險旗艦就讓他提前休息喔 那不過這一場我們家的林子薇先發就被 慘兮兮齁 頭部門滿兩局 就失了7分 那失了7分裡面有6分的折失 那這一場基本上啊 我整個整體的數字我後面再講 先講一下整個比較主要的戰況 那其實在一局下中華隊進攻的時候 熱天桃文這邊我們就遇到很大的危機 那正宗者第一棒 中華隊第一棒他先擊出安打上壘 然後靠著林子薇的抱頭推進到二壘 然後呢林子薇的安打讓正宗者回來得到第一分 然後再來是林立的那滾地球 也受選擇上壘 然後張宇辰再把林子薇打回來 這是在第一局的時候 也就是第一局打完的時候看起來是0比2 雖然說熱天桃文我們這邊是落後的 但是看起來是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只看比賽結果 沒有再看整個轉播的過程 就是沒有看整個比賽過程的話 你可能真的就覺得還可以 那這一局在一局下 其實遇到了一個蠻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林立打球的 林立打擊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壘有 基本上林立那一球算是雙殺球 很標準的雙殺球 但是問題是 我們家派出來的先發投手二壘手 楊金豪他接球之後啊 其實他接球很好 接的蠻輕鬆 他只要接了之後 往二壘拋 拋給游擊手馬傑森 然後再讓馬傑森傳一壘完成雙殺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呢 楊金豪他接到這一球之後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接到這一球之後 他沒有這樣往二壘拋 他直接去take 前衛跑者 那你要take前衛跑者 這局的時候 首先呢 是陳成薇跟正宗哲都靠著四壘球跟觸生球上壘 其實林子偉在這個時候的控球已經出現蠻大的問題 然後呢 他們在發動雙道壘上到了二三壘 接下來林子偉呢 林子偉在打林子偉 林子偉的單場第二次安打 就前面兩個打其實就單場第二次安打了 先送回這兩分 他在林立獲得四壘球保送之後 那張育成呢就一棒把球扛出去 那這一球是拳尾打 那拳尾打不意外 但是這一球的拳尾打是超級打好拳尾打 他不是掉在觀眾席 他是直接飛出新撞棒球場場外的 就是等於說 就是飛到外面的公園那邊去了 那所以二局打完雙方0比7 二局打完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花了一個小時左右 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一次的自辦這次賽規則 就是打完九局或是三小時誰先到 那這個比賽就結束 所以二局打完就花了一個小時 我那時候有點懷疑說 這到底可以打到幾局 不過後面在中段的時候 整個比賽推進的速度就相對快很多 然後我們在五局上班的時候 先靠著馬傑森先擊出彎打 然後林振華的三類滾起 造成中央隊的守備失誤 在沒有人出局一三雷有人的狀況之下 靠著楊敬豪的高飛行程打 拿下我們在這場比賽唯一的一分 那中場我們就是1比7輸球 那在這個打擊數據的部分 我在這場比賽現在這個部分 我先講樂天桃園這邊的數字 那當然我們有幾位去打代表隊的數字 我在後面的部分我在整個做整理 那在這場比賽我們派出來先發投手 林紫薇他只投了1.2局 他投不滿兩局 被打了7戰打 那7戰打裡面包括一發張運成的三分蛋 投出了兩次三陣 然後三次的寶送 那這三次的寶送就是造成他二局下大十分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一開始林紫薇在這個投球局設定上是設定更多 但是因為他就吃不滿兩局 所以本來預定的後面的後援投手全部都往前推 那也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在多派幾位投手上來 那接手的范伯傑投了1.1局 安全下莊 張紫薇一局被打1戰打投出1次三陣 溫瑋君兩局被打3戰打 那一個寶送 後面的徐俊陽一局乾淨俐落 然後最後的蘇俊張也是一局 那有一個寶送 這是在我們的這場比賽的所派出來投手的部分 那在打者的部分 那這一場比賽我們總共打出了6自然打 那這6自然打是林振華、廖建復、朱玉賢、張敏薰、宋家祥還有馬傑森他們各有一支 那其他人就掛蛋了 那在三陣的部分呢 林振華、宋家祥還有馬傑森各領兩個三陣 然後林承飛、邱丹、成家樂跟彥宏君各有一個三陣 打點就是楊敬豪的那一分高飛犀生打 那熱天桃園單陣把持對的比賽就這一場 那接下來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整體一下這三場中藏隊在熱身賽的表現 那在2月25號這天是7比1擊敗熱天桃園 就是從頭就碾壓到第一局得2分、第二局得5分 那在隔天2月26號這一天呢面對中信兄弟 我們這個團隊基本上就打得非常掙扎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這場比賽是 這個系列熱身賽裡面有中藏隊出戰裡面表現 比賽內容最好看的一場比賽老實說 而且以新莊棒球場滿場的觀眾來看的話 我都有點懷疑我們到底是派藍白這一隊去打國家隊 還是去派黃色這一隊去打國家隊 我覺得這個好像這個看不出來到底是派哪一邊 那這一場比賽啊其實雙方抵乃無往 這個中信兄弟一局上就先得分 那中藏隊一局下反攻就一局的時候雙方1比1打成平手 那六局上的時候中信兄弟再先得1分 然後六局下中藏隊得2分 那最終比數就是中信兄弟2比3輸球 但是雙方各有兩次的失誤 那對順便提一下在2月25號這一天的比賽呢 熱天桃園隊中藏隊這一場比賽 熱天桃園這邊有兩個失誤中藏隊有一個失誤 好那我們回來這個比賽的部分 就是2月26號這一天 那2月26號這一天的比賽 基本上來說呢就如同我們前面講的打得非常的掙扎 那我們派出去在代表隊的選手部分比較有劍術 包括像在六局下的時候 呃成成薇代打 那成成薇的觸擊再加上對方中信兄弟的投手 蔡奇的傳球的失誤 讓台灣隊在這一局呢 先追平比數 其實老實說他那一球雖然是七身觸擊 就是早早就把棒子擺出來 但是與他點出來的這個位置跟速度 基本上就算蔡奇哲傳球沒有失誤 陳成薇也是上得了雷 所以這個到底要算犧牲觸擊還是算內安打 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傳球失誤所以變成失誤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那個要記安打也是有辦法記的 那後面其實還有一個這個跑壘的瑕疵 這個到底是要算是王伯榮還是陳潔憲 這個我就給大家去看影片討論啦 那第三場是2月27號的五場 中午12點05分開打 那面對未全盟 那最後中華隊是5比1贏球 那整個因為跟我們隊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但是我整個很快速跟大家講 因為這場我也在現場好了 先發投手胡志偉總共用了58球 那只被一個人上壘 他總共只有一個人上壘 基本上他應該是 我們那時候在現場開始想說 我該不會看到一場完全比賽吧 但是後來沒有啦 就是他投出保送之後他就下場了 那58球 那投的算是乾淨俐落 那最後是5比1啦 那當然你說中間有一些亂流啊什麼 大概王伯榮亂流比較多一點點 其他應該都還有 反正就是最後打完 就是三場都是台灣隊全勝啦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跟大家先整理一下 就是關於代表隊 我們過去的代表隊的部分啊 那我們樂天桃園選手在這三天的一個表現 好那首先呢 在投手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在2月25號這天的先發投手 就是我們家的黃子鵬 他就是對我們自己球隊 先發3點1局被打無資安打投出了 三次三陣沒有保送 沒有任何的折持分 這是2月25號 那在2月26號這一天呢 陳冠宇是第一任中繼投手 那投了1局 那被打了一支安打兩次的三陣 這個層層的部分 當然你說看數字是還OK的 但是如果說你看比賽內容的話 他其實前面兩個出局數非常快的就抓到 但是第三個出局數稍微就是多花一點點時間啦 這是2月26號 那2月26號這一天的最後一個投手是陳宇勳 那當然這個在帳面上來講 他是拿到一個safe的 他投了1局1次的三陣1個保送 但是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這場比賽陳宇勳 感覺他一直都對WBC的球好像不是很適應 因為他整個過程中一直在換球 那這個最後一次 那當然他帳面上 就是最後一個出局數是三陣 那這一球 當然你說他丟進去是好球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這一球 之所以拿到三陣也要怪 不是怪啦 就是說應該要有一個原因是 對方中心兄弟他們那邊的打折沒有毀棒 那有一點點是算是賺到這個三陣 那第三天2月27號就沒有我們家的投手在場上 這是這個投手的部分 那打擊的部分呢 先跟大家講2月25號的部分呢 好 那我們家的這個零力是先發的DH 3-0 那一個三陣一個保送 然後呢 陳陳衛是先發中央野手3-0 那也有一個保送還有一個倒壘 然後在陳進主要是以替補的身份上場 那一個打數沒有任何的安打劍數 就掛0 那在2月26號這一天呢 我們家的選手沒有任何一個是先發 不過呢 陳陳薇在中段有上來替補 那打擊成績是2-2還有一次的倒壘 算是表現得非常良好 那零力也是替補1-0 這是2月27號 2月26號更增一下 2月26號 那在2月27號這一天呢 我們家的先發的選手變成了陳進 他是手左外野3-1 然後再來在這個替補的部分有零力 零力在話段上來是1-0 陳陳薇有上來啊 不過他是帶跑 那如果說要以這三場比賽的狀況來講 基本上投手的部分已經講完了 因為我們的投手都沒有連續出賽 那在打者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光講這個打擊的成績 那成績呢 總共是4-1 有一個三陣還有一分的打點 然後呢 在零力的部分呢 這個4-0 其實都沒有安打 不過呢 有兩次的三陣跟一個寶壽 至於陳陳薇的部分呢 總共是5-2 有一個寶壽 還有兩次的倒壘 那這一次我們台灣代表隊的幾個主力打者的成績 這三天的成績 順便也跟大家這個順便報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非常矚目的大聯盟二兵張玉成 他在這三場比賽都有上場 都有先發 總共是11-8 包含一發全壘打一個寶送 有7分的打點 非常恐怖的成績 接下來是這個獨盟在獨立聯盟的林志偉 那林志偉這三場的成績 他也是三天都先發 他是8-3 然後兩個三陣兩個寶送 3分的打點一個倒壘 然後再來是正中澤的部分 正中澤在這三天也都是先發 他的打擊成績是10-4 然後有一個三陣 一分的打點一個倒壘 然後再來是吳念廷的部分 吳念廷在這三天的比賽是6-2 一個三陣三個寶送 那最後一個我想要提的是王波榮 王波榮在前兩場比賽都有先發 但在第三場比賽休息 他的打擊成績是7-3 兩個三陣 王波榮的部分 這個如果說你有在看前兩場比賽 他的狀況表現的話 我是有點難理解 為什麼他去年在日子會是那樣子的成績 就是坦白說在他這一次回來之前 就是他帶著去年的成績回來 其實我老實說我也是會有點疑惑 為什麼真的有必要用他嗎 就是就一個 如果說你單看數據來說的話 但是如果說你看他這兩天的打擊表現 雖然說你對日子是高階投手 那打擊成績絕對會有下修 而且我相信現在的王波榮 也不是2017年那個超巔峰期的王波榮 我覺得現在狀況應該是沒有之前好 這是我的體感 但是體感再怎麼狀況不好 也不應該會是去年那個成績 所以這個 為什麼他去年的數字會那麼低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難解之謎 其實在錄這一集現在在錄了這個時候啊 我是一邊在錄這一集的節目 然後一邊在看 新莊熱身在古巴隊對富邦漢降的完場的直播 然後在八局下的時候 目前是古巴隊以1比3落後富邦漢降 那如果說這一場比賽你有看轉播過程的話 這場比賽其實雙方都打得蠻認真的 我至少看到兩個以上的每季 如果說這場比賽你沒有看的話 在YouTube上面你可以找到存檔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那這個part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新莊這集場熱身賽的一個心得 當然我沒有辦法每一場都看 然後呢我也沒有辦法每一場都到現場看 那首先2月25號這一天的比賽 我是去 因為那一天有這個大叔野球53主節目的Live Podcast 所以呢我有先去參加那邊的Live Podcast之後 那因為行程上的關係 其實Live Podcast的活動結束之後 你要到再到新莊幫助場去看 大天桃人隊中央隊的比賽 其實在時序上也會有點來不及 那你說這個要敢開賽是絕對可以 但重點是你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已經進場了 那可能也沒有什麼位置可以做選擇啦 然後再加上這一天其實氣溫非常非常的低 這個大概10度出頭的溫度 所以我後來呢就是跟斯文跟光頭 還有這個我們大叔野球53群組的Oliver 然後我們就到了漂浮台北 在那邊看轉播 就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轉播 那當然其實在看這個比賽轉播 就是一個逐漸越喝越多 然後可能這個越醉的狀況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還是記得整個大概的大概的細節 然後我必須坦白跟大家說這場比賽 我那時候是看的蠻生氣的 就是在一局下的時候就有發生 楊靖豪那個有點很莫名 那個不是有點很莫名 但是非常莫名的處理球的狀況 你明明就可以雙殺 為什麼你不傳二雷 為什麼你要用一個沒有持球的手套 去tag跑者 這個完全不能理解 你要說被張宇晨打那個超大一發的 三分拳打那個反而就算了 因為那個人家就是正大聯盟打者的實力 那你林紫薇球控不好 那丟到一個很甜的位置被打 沒有話說啦 那當然我覺得紫薇 小哥哥紫薇 我覺得他丟到後面是有一點點 我是很擔心他信心喪失 信心崩掉 因為在二局的時候很明顯他的球 就已經控不進去了 要就是到處亂噴 那一局的那個手背瑕疵 那二局紫薇這邊的 算是有點丟到 我是很擔心他丟到的這個信心都沒有啦 那當然後面的投手們就比較爭氣一點 沒有再示範 那不過除了楊敬好之外 像馬傑森的一個處理球 我也是很想要講 就是你遊戲手接到球 然後應該是一個算蠻穩的球 結果你傳給一列手套信復 你還是也發生了傳球失誤 那這些東西怎麼講 你跟國家隊打輸球 是可以理解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這些比賽內容的瑕疵 以一個樂天桃園的球迷來講 覺得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我老實說就是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在 在這個酒吧看球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 喔看著覺得是 心情激鬼球啦 那當然就是我們自己家的 球員在代表隊的手背 我覺得那是OK 那沒有話講話 那只是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對上的成員真的要多注意 你看一下隔天的中信兄弟 那個真的是沒有話說 那你看一下在隔天的衛全龍 那當然衛全龍是輸的 沒有像中信兄弟打那麼僵持 但是他們的表現也比 坦白說也比2月25號 我們家的熱天桃園好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自己要多加強 如果說像這些 該注意的事情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你今年開季到時候被人家打好完了 那沒有話說 好這個批自家球員的部分批完了 那在去現場的部分 我有去就是2月26號跟2月27號 這兩場的比賽 那2月26號 其實這兩天都是去無場 2月26號這一天是去 古巴對富邦和將的比賽 那我去的時候是大概 11點半左右到場 然後因為畢竟不是團隊的比賽 所以位置相對好做 但是其實到後面人也是漸漸的變多 那這一場比賽呢 當然你如果說 為什麼要去看一個古巴對的比賽 當然你說這一次的古巴對 在我看熱身在來這個時候 還不是完全體 因為像最受矚目的兩位選手 Yohan Moncana 還有Louis Robert 這兩位白話隊的選手 他們這個時候還在美國春訓 他們要3月3號以後 才會到台灣 就直接到台灣跟古巴對會合直接打 但不過你在古巴對其他的成員 包括說古巴當地聯賽的 還有包括在這個日子的這幾位選手呢 其實也都已經到了台灣 所以在熱身賽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上場的 那如果說以台灣球迷比較熟悉的 比如說我們大家很容易看得到的陽年的比賽的話 像軟營的那幾位 迪斯帕尼跟格雷西亞魯他們都有來 然後像迪斯帕尼在我去看的這場比賽 他幹了一發陽春炮 然後在投手的部分 像中日龍的Closer Ridel Martínez在我去看的那一天 他也有上來投球 我看他投球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因為他上來的那個直球就是155 156 155 156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157 這現場看真的非常的流暢 我覺得那是一種享受啦 這邊查播一下 在2月27號這一天的比賽 完場比賽最終古巴是1比3輸給了富邦漢將 那古巴在這場比賽有7隻安打一次失誤 那富邦漢將是5隻的安打 這場比賽我是斷斷續續的看 因為必須要準備這個正在錄這個packet 但是相信這是一場不錯的比賽 好所以說在那一天 就2月26號這一天的中午 就是現場看球是蠻舒服的 不過那一天其實 是沒有2月25號那天那麼冷 但是2月26號那天其實也是蠻冷的 我其實記得我看球看到後面是 是因為在就是在看球 沒有再去買一些吃喝 所以有一度就覺得身體會有點冷到發抖 然後那一天雖然說人沒有說像 台灣隊出賽的比賽的人那麼多 但是你去買個 我那時候在美食街買個模式 我也是要排隊10分鐘 然後我要等個10幾20分鐘才有 所以乾脆就點完餐之後 跑去大概看了一兩局比賽 才去取餐 那在這一場比賽 應該說這一場 這幾場是有富邦漢將的比賽 其實富邦漢將他們也都有派出 他們的Angels去應援 然後每一場都是出6位 那像我去看了2月26號這一場呢 就有慈妹 還有我們在前幾集就是跟斯文在聊的時候聊到的微星還有Kesha 那另外三位呢他們在2月20 應該說這幾場他們派出的都是練習生 那練習生有三位 這三位分別是 Green 白白跟大頭 那我最有印象的是大頭 因為他跳的音樂 非常非常的認真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follow一下他 就是稍微就是IG搜尋一下富邦漢將是大頭 你可能會找到他 這個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那這一場最終的比數就是古巴以1比2輸給了富邦漢將 那古巴那唯一的一分就是我剛前面講的 Despania的一發陽春炮 那接下來是隔天的 五場一樣都是看中五場就是我們台灣隊隊衛犬龍的比賽 那這一場 台灣隊是客隊就是先攻穿藍色球衣 那在2月27號這一天的天氣就比前兩天好非常的多 就是白天大概會有超過20度啦 所以看球是算蠻舒服的 然後我的位置是在大概B7B8 就是一壘測到應該說超過一壘壘包 比較靠右外一點點的部分 那這一場比賽呢就是基本上有代表隊嘛 所以就很熱鬧嘛 然後應援曲都有啦 然後這個該扣的都扣啊 然後你也看得到張玉成在那邊敬禮啊 然後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在跳嗆死啊 然後一些包括這個旅外球員的應援曲 雖然說大家都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有點尷尬但是知道他是個應援曲吧 然後呢在這個跳應援的時候其實兩邊也都會跳 因為在三壘就是衛犬龍的應援團嘛 那他們也是很認真的在幫衛犬龍應援 那像薰姬其實在前一天2月26號那天他是帶中央隊的應援 結果在隔天呢他也帶這個衛犬龍的應援 像Travis 也是一樣就是很辛苦兩邊都要跑 那比賽就是結果就是5比1嘛 那前面其實大家應該說到很中間才會發現到 其實胡志偉好像在投完全比賽 正在投完全比賽 那只是說後來投了一個保送之後他就先下去了 那也差不多了到了他的這個投球局數 58號投的58球 然後只被一個打著上壘 然後面呢如果說就整個投球內來來看的話 稍微比較辛苦就王維中啊 然後後面幾位選手也就都還OK 然後在這個跳應援跳嗆死的時候你就看到了這個 有時候三壘那邊的也會一起跳 那衛犬龍這邊比如說像林志聖在打擊的時候 那衛犬龍那邊的應援曲那你也可以看到這個 你也可以聽到一壘這邊也是有人在跳有人在哼 就是一個好像有點和諧的狀況 那最後就是把比賽整個打完 那因為比賽有9局跟3小時的限制 所以這一場比賽並沒有打第9局 那最後就是打完8局5比1結束 那這個就是我這三天的進場的一些小心得 然後再來拉拉隊的部分啊 呃我們還是很快的帶過一下 因為其實這一集沒有什麼要講拉拉隊啊 但是呃如果說你有在看2月25號 就是我們隊 就是就是我們家樂天台灣隊 台灣隊這場比賽齁 你就發現到這一場 因為三天都有派經典女孩上來 然後就覺得那天值班 經典女孩真的是蠻辛苦的 因為其實氣溫大概10度上下 體感應該只有各位數 結果他們居然沒有穿外套就上去應援 然後就這樣子應援的一整場 老實說這個是蠻有問題的齁 那像我在2月26號這一天看5場的 副班就是他們6位就穿著外套跳了齁 那當然在2月26號完場的經典女孩 他們就外套就有穿起來齁 那2月27號這一天因為這個溫度上來 所以他們就不用再穿外套齁 我只是覺得說為什麼2月25號那天 居然會讓他們不穿外套跳成長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太誇張了齁 那還好後面有做一些這個修正 然後在2月27號這一天看經典女孩 基本上就是他們都很認真嘛 那我在這一天 這一天有出席的英文團長 是Travis跟Rena 然後有出席的經典女孩是 就是色妻 然後星弦 賴可 奇奇 夢傑 還有小應 那簡單來講就是 大家對當然也都很稱職齁 那我心得只有一句話 當小應把頭髮盤起來的時候 看著他的脖子覺得他更有魅力的齁 就是呼應我們威廉的一句話 硬啦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跟大家報一下 官辦熱身賽的資訊齁 那這個部分呢我只報有台灣隊還有我們家 樂天桃園的賽程齁 那首先是 啊台灣隊的部分呢台灣隊呢都在週季 3月5號跟3月6號 3月5號晚上7點在週季 以客隊的身份面對中信兄弟 3月6號禮拜一晚上7點 以客隊的身份面對富邦漢將 那這一場比賽的票價是內野500外野300 那麼我們家樂天桃園的部分呢就只打一場齁 3月5號晚上7點在斗六棒球場 以主隊的身份面對古巴 好那斗六這邊的比賽是不售票的齁 他只有開放內野那他可以基本上單日你可以 因為他一天打三場啊就是你如果夠熱血的話 你就是可以三場都做在裡面 因為他沒有要清場齁 那他不售票但是呢他有條件齁 第一個如果你是雲林線的民眾 你可以憑身份證免費進場 那如果說你是外線市的民眾呢 你要憑今年度在雲林線消費滿500塊的發票 就可以免費入場齁 所以要促進一下雲林線的經濟齁 那在這個斗六部分 3月5號跟3月6號各打三場齁 那我們就是在3月5號晚上7點齁 基本上呢在斗六這邊呢你可以看到巴拉馬 義大利還有古巴這三隊齁 他們就是在3月5號跟3月6號都會各打一場齁齁 那這個就是在官辦熱身賽的資訊齁齁 那隨著正賽越來越激進齁齁 那也請大家繼續幫我們家的中央隊的選手加油齁齁 那希望我們都可以在接下來有很好的成績 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語 感謝大家收聽到我們後期空中在雄會西吳根 掰掰 謝謝